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今天答應了很多朋友會拍的影片 關於我的美白之路 雖然怎樣看我都不是一個白的女生 在街上看到我 都是比較偏健康膚色的人 但為什麼我會這麼有自信去說美白呢? 一來就是我家的粉底全部都不適合吃 我最白的時候是掃硬的時候 然後第二件事就是我自己看上年現在這個時間的影片 原來都挺大分別的 本來我自己是知道我有白度的 但我是沒有想過究竟我白了多少 有沒有一個很誇張的成果 不過看回那個對比原來都挺厲害的 所以我也覺得可以分享一下究竟我做了什麼 其實我從出生那一刻開始就已經是偏健康膚色 小時候是黑到發亮的那種 所以從小到大 我都知道自己不是一個白白的材料 沒有想過刻意做到很白的那種女生 一直以來我都覺得我黑我驕傲 照出去曬什麼都不管 直到去年或是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就覺得越來越黑都不是一個辦法 我不是想變得很白 我純粹是想沒有那麼黑 沒有那麼像一個影子 因為拍照的時候 是很難跟朋友對焦的白平衡 要不就是朋友白的那種爆光 要不就是我整個陰影站在旁邊 所以我就覺得 都可以嘗試一下令到自己沒有那麼黑 我主要去做的是四個要點 第一就是怎樣變白 第二就是怎樣沒有再變黑 然後怎樣用什麼和吃什麼 今天一天都會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覺得變白和不要變黑 一定要同時進行才達到最佳效果 先說了變白 一些護膚品、美白產品當然是很重要 但是你用的方法、手法都一樣重要 首先就是分享了幾樣 我覺得用完之後有這樣的產品 手上這四款美白精華就是我現在用的 但是剛剛開始美白之路 我不是用它們的 我是用一支來自FATIV的EA20 那支你不會有哇一聲 板板聲變白的感覺 但是它慢慢地 你會看到自己皮膚通透了 提亮了 所以我都很喜歡 它是不刺激的 不會令我起敏感 用了兩支之後 我就覺得開始有一個瓶頸位 我就沒有再買回來 今天就說一下我手上這四款 未來美的美白安平和Kiehl's的美白精華 都是我覺得美白效果很出眾的 這兩款在我身上都會做到哇一聲的美白效果 未來美安平我是急救用的 有什麼重要場合 那一陣子覺得自己比較暗沉的話 前一晚我就會整支安平 倒在臉上 隨便拿一個保濕面膜去敷 敷完之後你一拿出來 你就會看到自己是提亮了 然後Kiehl's的精華 你剛剛開始用 用了兩個星期左右 你會明顯看到自己是白了 起碼半度 是很神奇的 所以你看到已經用完了 但是它也有瓶頸位 不是無紙巾的白 我想白到有個位置 你覺得自己沒有再變白的時候 我就會停一會 然後在這個時候就會用另外這一支 它是來自Caudalie 這一支就不是那種板板聲變白了 它是比較上循序漸進色 你會看到自己的皮膚用完之後 通透一點提亮一點 而且它的質地和其他美白精華不同 它不是水狀不是透明 它是白色奶狀乳液狀 你塗完之後皮膚會柔軟 所以我會用它做過度期 通常我用完一些板板聲變白 一排之後我會用它 去做一個平衡 溫和皮膚之後 我會再進行另一個板板聲變白階段 因為Kiehl's已經用完了 所以最近我就嘗試一個新的牌子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新 總之我新認識的牌子 它是一支15%維他命C精華 來自加拿大的Bio Laboratory 我用了三分一支 15%維他命C 這個濃度對我來說是有一點高的 第一次用它在臉上 是會感覺到激烈的 不會持續的幾秒鐘 它也沒有令我紅痕 在一塊東西的敏感狀況出現 但是有一次我鼻子脫皮的時候 使用它是真的 所以如果你是敏感肌 皮膚容易有狀況 有損傷的時候 千萬不要用它 但是它的效果也是可以看到的 你一邊塗它的時候 你都會看到自己是持續會變白的 所以大家可以衡量一下 因為高濃度的維他命C 比較容易氧化 開了之後要過半月之內用完 所以45ml的精華 它就分了三支去包裝 講完產品就講用法 我每個星期都會用最少五天的美白精華 其中三天塗完之後還會敷面膜 不需要特定面膜 就是隨便在手上拿一款普通保濕 沒有什麼感受 覺得肥肥的面膜 踏上去就可以了 總之我的步驟就是 爽膚水、美白精華、打一塊肥肥面膜 持續下去就會看到這個美白效果 除了塗美白精華之外 毛筒清潔一樣很重要 不然塗多少東西上去都不會吸收到 平日我都會介紹一些深層清潔面膜 如果你說美白的話 我也有一個產品是在用的 跟剛才美白精華同一個系列 都是來自Caudalie的這款亮白根深面膜 它都一樣是走溫和路線的 很多pilling mask我用的時候 全程都會感覺到皮膚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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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但它完全沒有的 它的質地是很舒服的cream mask 然後你會覺得 跟平日可能保濕 或者是其他保水的mask的質地差不多 不過用完之後 你會感覺到皮膚是柔軟了 有一點點提亮感 它都一樣是有Caudalie的一種西有清新的味道 這隻手敷完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皮膚的質感 和通透感都很明顯的分別 剛剛說完變白 現在就說不要變黑 也很明顯就是用防曬 我有超級多防曬產品 但我都是分他們做兩類的 如果我是多戶外活動的話 我會用SPF50加 如果我是多室內活動的話 我會用SPF30加 然後除了你打底的時候做的防曬 出街補防曬都很重要 在外面補防曬 我會用Rachel Wine的防曬粉 除非沒有化妝 不然我們平日用不到 一些塗在底的防曬補在化妝品上 這款防曬粉有SPF50加PA4加 裡面是比較透明一點 有一點膚色的粉 讓大家近鏡看看 它的粉是超幼細的 不會顯乾紋 亦是令皮膚看起來很滑的感覺 自從做好了美白和防曬 這兩邊功夫之後 我覺得效果比較顯著 速度也很穩定 所以大家都可以隨這個方向去參考 而另外一件事就是關於飲食 這幾個月我做了兩個轉變 第一我吃了Collagen Collagen我不覺得吃完之後會整個人變白 但因為皮膚飽滿了補濕之後 我覺得真的有那種皮量通透的感覺 我有拍一條影片是關於Collagen 我不知道是之前還是之後出 所以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 然後就是關於餐飲 以前我很喜歡叫華田熱巧克力 但自從減肥之後 我不是覺得他們太胖 而是太滑 我喝不完 我就轉了做熱領水不加糖的朋友 打算可以消滑一下 我知道熱領水其實他們的維他命C 可能已經流失了很多 但我喝完之後 真的整個人的通透度也提升了 兩者加起來之後 我的膚質的光澤度 提亮感的確是 一聲再高了很多 我知道的我永遠都不能做到一個很白的女生 因為我出生的時候 真的天生是比較黑的 但原來我發現 就算我是健康膚色也好 可以做到一個提亮感 光澤感 那種通透度是有差別的 所以大家在美白之路 不變黑之路 真的可以好好努力一下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給大家參考的資訊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用 大家聽完之後 就是我半年的美白之路 大家可以看到 去年和今年都很大分別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和訂閱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下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更早三點 以及星期日更早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